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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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年30岁连续第四次代表加拿大打入奥运冰球决赛 本场比赛为加拿大队打进两球的队长波林 感谢队友们的团结努力与坚持 有加拿大华裔社区代表就表示 此次北京冬奥中国女子冰球队有多名成员曾在加拿大集训 看好未来家中两国在冰雪运动领域进一步深化合作与人才交流 通过这次北京的冬奥会 中国的冰雪运动会有一个大的发展 无论从硬件的需求和这种教练的资源的需求 都非常有大的需求 这样加拿大就很有机会在软资源方面 硬资源方面 和中国建立一种长期的合作关系 加拿大女子冰球队3比2击败美国 也是国家队在北京冬奥赢得的第四面金牌 自1998年 女子冰球被正式列入冬奥会的比赛项目以来 加拿大队和美国队是一共6次在决赛场上交锋 而在冬奥的历史上 加拿大女子冰球队是5次夺得冠军 而美国队则是2度拿到了金牌 另一方面 加拿大首都沃代华代理警察局长 当地时间周四表示 警方已经制定好计划策略和战术 并已经集结足够的警力 随时准备采取行动 驱赶仍然占领沃泰华市中心的反疫苗抗议者 当地时间周四下午 沃泰华代理警察局长斯蒂夫·贝尔 向仍然占据沃泰华市中心区域的自由车队抗议者 发出最后通牒 要求他们立即离开沃泰华市中心 结束已经持续超过两周的围堵和占领行动 沃泰华警方表示 已经得到加拿大皇家骑警、魁北克省警的支援 集结了足够的警力 并制定详细的清场计划 布置了相应的策略和战术 随时可以展开清场行动 警方已经在沃泰华市中心区域划定了安全区 并在进出安全区的道路设立了100多个关卡 只有在区内居住和工作的人才能出入 警方已经在沃泰华逮捕了两名自由车队的主要组织者 加拿大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方惠兰还表示 政府已经援引紧急状态法 冻结了一些参与围堵和占领沃泰华的抗议者的银行账户 有更多的沃泰华居民商户和当地工人工会加入 对自由车队抗议者的集体诉讼 总共向他们索赔超过3亿加元 凤凰卫视 朱可勤 苏惠文 温哥华报道 那观光过后我们来看更多的消息 感谢回来我们来看今天来自美国各地的简讯 美国农业部周五宣布美国将恢复从墨西哥进口牛油果 本周一农业部表示美国将暂停进口墨西哥牛油果 以保护在墨西哥米雀肯州遭到语言威胁的美国检议员的安全 米雀肯州是墨西哥唯一一个有权向美国出口牛油果的州 根据农业部的网站信息 2021年美国进口了120万吨的牛油果 其中110万吨来自墨西哥 在2020年和2021年从米雀肯州出口的牛油果中 约有80%销往美国市场 据报道墨西哥独销经常在米雀肯州勒索种植牛油果的农民 据悉所有销往美国的牛油果都必须接受美国的安全检验 农业部的声明指出墨西哥出台了新的措施 以提高在现场工作的美国检疫人员的安全 学校局本周批准了首个在智能手机上 可以为糖尿病患者注射胰岛素的应用程序 糖尿病设备公司Tandem在一份声明中证实 该公司的手机应用可与该公司的一种胰岛素棒配对 当连接到棒时 手机应用可显示用户最近24小时的血糖趋势 胰岛素输送历史以及任何警报和提醒 应用程序还允许患者在手机上直接设定所需胰岛素的剂量 无需手动在棒上设置 该公司表示该功能用于防止餐后血糖升高的餐食胰岛素 或需要值批准后 该公司将通过软件更新免费向特定用户提供这项功能 并计划于今夏推广到更多用户 风宏卫视综合报道 我们来关注一组来自两岸3D的短消息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18日宣布 由于香港疫情形势严峻 原定于3月27日举行的行政长官选举 押后至5月8日举行 林郑月娥指出有关决定是由于目前香港疫情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形势 政府必须集中力量将稳控疫情作为当前压倒一切的任务 林郑月娥又表示当局正定制全民强制检测方案 她认为如果要彻底做到全民强检 香港居民身份证是一个很好的工具 林郑月娥强调 此次并非第一次因疫情押后选举 在2020年7月时也曾引用紧急条例将第七届立法会选举押后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好 休息过后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财经消息 另外在财经方面美股收盘是全线下挫 幅度比日前收窄 地缘政治紧张令资金抛售高风险资产避险当中高增长型的科技板块备受冲击 苹果 亚马逊及特斯拉都暴跌 好 我们来关注今天世界各地的全球财经指数 这不必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近日召开新闻发布会 正式宣布参选2022年雅凯迪亚市联合学区教育委员会委员 候选人张奔作为社区义工志愿者 一直以来非常关注雅凯迪亚市的社区发展 并积极参与深入社区活动 长期服务于Arcadia Living老人中心 同时 在2021年 她还被任命为雅凯迪亚市警察基金会理事 该基金会致力于与执法部门合作 并共同改善公共安全环境 张奔同时也长期参与以及支持亚凯迪亚市的各类学区工作 当天的新闻发布会 在美国著名童心Kella Bohan所演唱的美国国歌声中拉开帷幕 随后又包括加州众议员陈利德 亚凯迪亚市市长戴守珍 副市长郑博人 何涛市市长武力伦等在内的多位民选官员依次上台讲话 为张奔的竞选背书 张奔也在当天的讲话中 缠明了自己本次竞选的初衷 以及她获选后的工作目标 到 numerous discussions with parents and current students they too feel the same that there are issues within our school district some of these issues include the poor response to the covid pandemic mental health support for both students and teachers i've always been an advocate for mental health and that is my focus in my campaign 我曾经经历过患性的健康 和知道这些需要的 所以我希望我可以赢了你的票 7月份 再次谢谢你 我的名字是Ben Zink 据了解 亚凯迪亚公立学校学区 一直以来都被Niche等专业教育评级机构 评为全国前1%最顶尖的学区之一 也是加州前2%的优秀学区 该学区包括了6个小学 3个初中 一个高中和一个学习中心 一个实验学校 所有的学校均获得全国蓝带学校 或加州杰出学校的殊荣 但是由于近年来的疫情 则引发了不少学生与家长的担忧和顾虑 很多学生产生了厌学情绪 心理健康问题令人困扰 此外 美国的教育体系和考试制度 近年来做出重大变革 也为加州学区的升学率增加了新的挑战 而张奔则表示 正是基于这些深层次问题的思考 是他出来竞选学区教委委员的一个初中 凤凰卫视林汉琴 洛杉矶报道 我们来看一下未来24小时的全球天气情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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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dition 帮助 toutes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